魏老師還有林老師 魏老師林老師好 我會接觸長生血是因為我的脊椎滑脫 當初脊椎滑脫是有去三種看醫生 那當時醫生是說要開刀 可是因為我很害怕開刀 所以我就尋找那個林鼠療推拿 然後我推拿做了好幾個月 有一點點改善 可是有一個點他就是過不去 一直都在痛呢 尤其是騎車的時候就腳都很痛 然後因為推拿的效果不是很好 後來又有人分享我去做電燒 那電燒一次要一萬塊 做了兩次完全都沒有效果 然後再一次在一個那個 朋友的聚會的時候 那才第一次進來傳真血 因為以前都沒有進過 那當時就有一個 我們朋友裡面就有一個林秀珍 因為他當下有在幫一個朋友 會不舒服 然後他幫他做調整 可是很快就改善這樣子 然後他又有跟我們分享說 如果你們有不舒服 可以到哪一個調整站去做調整 因此我去 我就去了文化調整站 我去沒有幾次 然後我的腳就 會不會哪一天就不痛了 我也不知道這樣 我們在走進的時候 是沒有理 一次我腳一抬高就很痛 可是調了幾次以後 那個腳掛什麼時候不痛 就不知道這樣 然後就讓我生了很大的信心 那時候所以說那個 南坎 因為我住在永和 那時候南坎剛好有開課 那我們有好幾個朋友就 邀一邀就到南坎去上課這樣子 回來我們也都有到調整站去幫忙這樣子 所以各位師兄姐 你們今天會進來這個會場 是你們最好的選擇 因為我的生意不舒服 就是因為長生血讓我健康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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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